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卸完了货就准备打盗回府了 可是谁知道在返航的海途中 海面上突然起了雾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雾是越来越浓 最后连方向都无法变轻了 就在大伙着急忙慌的时候 隐隐约约似乎看到了一艘小船飘了过来 看样子它并没有被浓雾迷惑 正有条不紊的航行着呢 货船就想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赶紧跟着小船屁股都走 结果您猜怎么着 他们居然一起平安地返回到了寒江 当时那个货船上的驾驶员下了船之后呢 赶紧去找那艘小船 想跟人家道一声谢呀 顺便打听打听 怎么能够在浓雾之中 这么顺利地找到归途呢 谁知道 当他们找到那艘小船的时候 啥呀 为什么啥呀 因为那艘船上 不是什么灵异故事 上面其实是有人的 但是 是不会说话也无法交流的木头 这怎么回事 这个货船的驾驶员 就赶紧到周边去打听 当打听到当地的憨江村的时候 当地老百姓是异口同声地说 那个船呢 叫王爷船 也不是谁家的 是我们这个全村人的保护神 他是海峡的保护神 起风啊 起让啊 他的船有些危险 他会带路 他自己能够 遇到危险会带路 自己出去还能回来 意思是这个王爷船 不仅能够自动巡航 还能实现无人驾驶 这项技术放眼全世界 那都是顶了尖的 怎么看这个憨江村都是一个普通 村民们可说了啊 这还没完呢 他不光能够无人驾驶 自动巡航 还能预测天气来 尤其是台风 据村民们说 你只要把这个王爷船 放到海里边去 他就会自动航行 如果他顺利驶出港口 并且还能够自己返回来 那就表示 当地未来几天是风平浪静 渔民们可以出海 可是一旦这王爷船下水之后 一去不复返 那么糟糕 预示着台风要来了 大家 这王爷船对于海上气象的预测 那是四个字 叫万毒一失 他们还说 那艘迷路的货船 那是运气好 恰巧碰见了 放出去的王爷船 往回赶 这才逃过一劫 村民们还好心提醒 货船的驾驶员说 你要真心存感激 那就去五王府拜一拜吧 我们的王爷船航行回来 一般就供在那 您听听这个用词 供在那 没错 由于当地百姓 把这艘小船当作保护神 所以在不出海的时间里 他们就把它供放在 那座叫做五王府的庙宇里面 时不时都会去膜拜一番 甚至后来还发展成为了 当地祈求风调雨顺 出海平安的一项 十分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活动 这越说越神了 那么这艘所谓的保护神王爷船 真的能够实现无人驾驶 自动巡航 甚至预测台风吗 当年的那艘货船 离开寒江村之后 就把这件骑士给散播了出去 不少专家听了之后 都感到十分好奇 还有这等骑士 那必须得去瞧瞧 话不多说 咱们就跟随专家带领的考察队 一块到当地去一探 究竟 眼前您看到的地方就是福建省石石市北部的 汉江村 年前的古渡口 考察队到达之后 一口气那么一些 迫不及待的就开始打听王爷船的信息 当地村民也挺热心 说这个船 现在有一位专门的看护人 他叫林清阔 你们找他去吧 找到林师傅之后 他也不含糊 直接就带着考察队去看王爷船了 林师傅 这就是咱们特神奇的船 这个就是王爷船 王爷船叫做金载星 金载星 金载星 这个是我们海上的保护型 在林师傅的指引下 考察队前前后后 仔仔细细地观察了这艘金载星 发现他除了身材稍微袖珍一点之外 跟咱们见到的普通渔船 似乎没有什么不同 林师傅介绍说 这艘船并没有任何动力机械装置 它的原理跟古代的渔船一样 风帆是它前行唯一的动力来源 这个情形不免让考察队有些失望 这真的有传说中那么神吗 看到专家难以置信的眼神 林师傅说了 你们都别走 放学之后别走 不是 你们三天之后 我们刚好要放船 你们到时候可以去现场看一看 您瞧 可真是敢早不如敢巧 怎么 第三天的上午十点 考察队到现场一看 震仗还挺大 直接渔民们都穿上了传统的服饰 隆重举行了放船仪式 这才毕恭毕敬的把王爷船引到了汉江土渡口 为了能够近距离的观察王爷船的航行轨道 考察队立即登上了另一艘机动船准备跟随观察 他们发现这王爷船刚开始行驶比较缓慢 可是没一会儿远离了海岸速度就快了起来 它似乎是沿着泉州湾海岸再向北前进 在快要到北岸的时候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它随着海岸开始转向往东边航行 就在大伙以为它要驶出泉州湾的时候 它竟然再次转了向 开始往南的航行 也就是朝着古渡口的方向驶去 就这么过了五个多小时 王爷船还就真的自己回了港了 等于是它在泉州湾绕了一个顺时针的圈 这要按照村民们先前的说法 放出去的王爷船回来了 就表示未来的几天 本地将风平浪静可以出海 那么会是这样吗 为了进一步验证 考察队就在这寒江村住了一下 果然在随后的一个星期 寒江村周边的海面是风平浪静 完全没有台风的影子 要不是亲眼所见 考察队那是个个都没法相信这事 就这么一艘无人驾驶的小木船 不仅能够自动回港 还能够预知台风情况 我们这些搞科学的人 如何自处 无地自容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如此神奇 下节揭晓 无舵无奖的木船 为何在海上自动航行 无人驾驶的袖真船 究竟暗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江西卫视经典团企正在为您紧密 上节说到考察队来到福建省 石石市的寒江村 想亲眼看看那艘船说当中 可以无人驾驶自动巡航 甚至是预测台风的王爷船 没想到还真有那么回事 到底是什么原因形成的呢 难道它真的是村民口中 所谓的保护神吗 当然不可能啊 迷信是不可取的 咱们凡是讲科学 那么这个科学谜题 考察队能够解开吗 咱们先听听村民们怎么说 那它怎么回事 你们知道吗 我们也 你那时候我们也弄得很无助 就是因为它就很神 就神在这里 看来村民那是提供不了 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了 考察队再次观察起了 这艘微型的古代帆船 前头咱们说了 这种帆船在海上的行动 其实主要依靠的就是风帆 借助风力前行 不过真正的大帆船 那船上必须是要有水手的 因为风向随时会变化 得依靠水手调整风帆角度 才能够达到既定的航向 到达目的地 可是眼前的这艘王爷船 上头也坐不下人呢 这个方向是怎么调整的呢 这时候有人提出来了 说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泉州湾的风 它就是转着圈吹打 所以这个王爷船呢 也就跟着转了个圈 然后回到原地了 你还别说 这个想法还得到了 实施式博物馆馆长李博鸿的认可 早前呢 他为了解开王爷船金在兴的谜团 专门找人复制了一条 一模一样的船 认真研究了一番 把王爷船放在海上巡航 选择的时间 然后呢 船上的风帆 它的角度 就要根据 要放王爷船那一天的时间 气象 这些数据综合在一起 再来确定 这条船在什么时候下海 照这么说 王爷船能够无人驾驶 还自动巡航 就是因为旋风在吹吗 考察队经过一番研究之后 把这个答案给否定了 专家解释说 这泉州湾的风向变化多端 捉摸不定 很难形成固定的轨迹 尤其是这种连续不断的旋风 形成的概率非常小 要不是这个原因 王爷船究竟是靠什么动力 在推动着前进呢 等等 推动着前进 这个时候 考察队有的人想到了 不是风 也没有动力装置 那么什么能够 让王爷船前进呢 似乎只有海水了呀 什么意思 您瞧 这个水平呢 就好比我们刚才看的 这个海湾的 这个大的一个海湾 那我们把这个角洞的 这个水让它流动的时候 就相当于这个潮汐 引起的海面 产生的这种 这个旋转的水平流动的潮流 咱们来轻轻旋转一下 好 行 这就相当于那个古都头 对 然后船从这边出化 按照这个水平流动 然后进行旋转 随着这个水流 对对对 一转回来 那一定出气 也就是说 考察队认为 一定是由海流涌进泉州湾 从而使得王爷船 形成了转圈航行的固定轨迹 说到这儿 可能有观众要问了 就算有海水涌进来 难道还会让这个泉州湾的水 转圈不成吗 您别说 还真有可能啊 给您举个例子 在贵州就有一个叫做 玄塘的水塘 那里头的水呢 日夜不停地旋转 而且呢 也是顺时针在旋转 不信您乔 这就是位于贵州安顺时的 那个奇异的悬塘 当时呢 也有专家去研究过 说为什么这个悬塘总是沿着 顺时针的方向在旋转呢 后来还真研究出了结果 说是因为这个悬塘啊 看似死水一潭 实则不然 它一直处于缓慢的流动当中 更像是某条河流的一端 而且专家还根据附近的 卡斯特地形地貌来推测 这个悬塘很有可能是 地下暗河出路地表 由水流汇聚而成的水塘 也就是说这个悬塘下头 有一个漏斗状的 卡斯特落水洞 而它之所以会旋转 就是因为这特殊的漏斗状的形态 加上补给水源的来水方向 两者共同作用而成 那么这个泉州湾的水域下头 会不会也藏着什么特殊的地形 或者是秘密呢 我跟您说啊 还真没有 吓一跳吧 对不对 不过这个悬塘的存在呢 倒是提醒了考察队去 综合观察整个泉州湾的地形 没想到 这一观察呀 竟然找到了王爷船 自动巡航的原因 专家分析中 这泉州湾的北部 有两条河流入海 分别是晋江和洛阳江 关键是晋江出海口的水流呢 向东 而洛阳江出海口则是大体向南 这就形成了一个顺时针的海流啊 而这股海流又带动了泉州湾的南岸 形成了一个闭合的顺时针的环状海流 总而言之吧 王爷船就是跟着这一股 入海河流转着圈走的 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 王爷船能够实现无人驾驶和自动巡航的秘密 基本算是解开了 可是台风还要是怎么预测的呢 为什么在台风来临之前 它就没法按照这个顺时针海流的轨道航行了呢 专家说了 这一点呢 反倒更好解释了 因为在台风和暴雨等恶劣天气到来之前 泉州湾外海的洋流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从而导致泉州湾内的顺时针环状海流受到侵扰 被破坏 这一来的话 随波逐流的王爷船自然就没办法回到谷渡口了 说白了 这个帆船就是普通帆船 寒江村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真正让人惊叹的是大自然的神奇 当然了 寒江村的先民们能够利用这样的自然现象预测台风 进而发展当地的渔业 也不得不令人感叹一句 太机智了 了不起 奇形怪状的岩石为何能够呼风唤雨 似如牛奶的泉水 又是为什么能够预测天气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好 接下来咱们继续说故事 另外一件事了 这件事也充满着神秘甚至是神奇的色彩 咱们说吧 问您啊 咱们现在要想知道未来几天的天气怎么办呢 那肯定就是拿手机出来搜一下天气预报是吧 跟您说 在重庆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有一个神秘的苗寨叫罗家陀 他们那的人呢 就不用看天气了 他们呢 只要低头瞧瞧脚下的泉水 就能知道未来天气情况 这还没完呢 他们要是对未来的天气不满意想改变的话 还有办法呢 拜一拜山上的岩石就行了 这话说说有点悬了啊 反正我是不信 你说预测天气 我觉得有可能 改天气 这不是欺负我们读书少吗 是不是 走 跟着考察队一起去瞧一瞧 这等稀罕之事 眼前您看到的就是位于武林山脉当中的罗家陀村 据当地村民说 他们这有两件神物 一是牛奶泉 说是每当罗家陀地区要下雨之前 这个泉眼就会流出像牛奶一样的乳白色的泉水 堪称天气预报泉 只要是泉水变色了 当地也就会开始准备五天的工具 他们还会根据牛奶泉的变化 选择播种和收割的时机 甚至还靠着牛奶泉躲过了不少自然灾害 神奇了啊 这还没完呢 他们的另外一件神物更加让人难以置信 说是有一块神奇的黑色岩石叫做石墨岩 面积很大 上头大概可以占个十几个人 当然他的神奇并不在于大 那比他大的多了去了 而是每当狂风大作电闪雷鸣的时候 他都会转动 而且会发出咔咔的声音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当地先民认为这块石头肯定带有某种神秘的力量 能够召唤风雨 久而久之 祭拜石墨岩奇雨 就成为了当地的一个习俗 祈求我们当地空调雨孙幸福安康 我们的基础活动肯定 要它晒太阳就晒太阳 要落雨就落雨 您听听啊 要晒太阳就晒太阳 要落雨就落雨 收放自如 这感情余山啊 行 咱们就从这最不可思议的石墨岩开始考察 考察队一行花了一个小时 登上了山顶 围着这个石墨岩 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经过了一番思索之后呢 十分肯定地给出了一个答案 起雨这件事情 我靠谱 专家说了 这个地方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 年降雨量超过了一千毫米 一年四季的雨量虽说不怎么均衡 但是很少会出现长时间不降雨的情况 所以村民们所说的 祭拜石墨岩以后就会下雨 按照这个降雨的概率来说 那原因就是四个字纯属巧合 那要是巧合的话 为什么一下雨石墨岩就会转动呢 这个更让人失望了 专家说这完全是错觉 就是说这个岩石的造型 看上去不是很稳定 周边又有不少的树丛 每当下雨 这附近的树丛就会随着风雨晃动 就让村民产生了巨石在转动的错觉 等等 这石墨岩要是不会转动 那那个咔咔的声响又是从哪来的 总不可能是幻听吧 当然不是 专家说了 声音确实存在 只不过这不是岩石转动的声音 专家解释说 这跟当地的喀斯特地貌特征有关系 因为石墨岩周边的都是非常容易 被流水溶食的碳酸炎炎 所以刮风下雨的呢 日积月累啊 就不少石块上都会形成一些孔洞 每当风吹过这些孔洞的时候 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声响 则了 这个最荒谬的 能够呼风唤雨的石墨岩谜团 一上来就给解开了 那么那个能够预测天气的牛奶泉 有什么情况 会不会也是一个乌龙出间呢 有村民站出来了 这个绝不可能 颜色我们还能看错吗 考察队立刻赶到了牛奶泉边 发现这里的水非常清楚 没有什么特别的颜色 这时候村民说了 牛奶泉神奇就神奇在这儿 平时都很清楚 只有下雨天前后呢 才会变色 于是考察队赶紧又去了当地的气象站 想看看未来几天 有没有雨水降临的可能 通过观察卫星云图啊 考察队了解到 未来几天恰好会有一个降水云团靠近这里 他们决定当 果不其然 两天后 天降大雨 趁着雨势刚过考察队赶紧又来到了牛奶泉边 七厘的一米出现了 只见崖壁下面流出的泉水 不再像前两个那么清澈洁净了 还真就呈现出了犹如牛奶一样的 这种白色水量也比之前要大得多 水有颜色 会不会是反射了周边环境的颜色呢 我这可不是瞎说啊 在陕西省汉中市南郊县就有一个很著名的圣水寺 里边说呢 是有五个不同颜色的圣泉 分别叫做青龙泉 白龙泉 黄龙泉 黑龙泉 和乌龙泉 刚开始大家都觉得神奇 有不少的神话传说 说这是东海龙王的五个龙子下凡什么之类的吧 后来专家去了才知道这个泉水的颜色 不过是因为寺庙外部环境的光照折射产生的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你要是把水咬上来看 就会发现什么五个颜色 那都是透明的无色的 那么眼前这个牛奶泉会不会也是这个原因呢 就在考察队产生怀疑的时候 他们发现这个牛奶泉水和旁边峡谷当中流出来的水啊 竟然汇合到了一起 并且产生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 您瞧 一边是乳白色 一边混合着泥土的颜色 看样子这个牛奶泉是真的变了颜色 那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就在专家陷入了思索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您瞧 这个牛奶泉和溪水汇成了一个小水潭 潭里边有两头水牛 正在悠哉悠哉地喝着水呢 村民们介绍说 每当这个牛奶泉流出乳白色的泉水的时候 附近田地里的水牛啊 就好像得到了某种信号一样 全部都自发跑来喝水 这个现象 让专家们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难道是这个水里边 含有什么水牛喜欢的物质成分吗 如果真的有 那就可能是盐呢 想到这儿 专家赶紧对牛奶泉的水质进行了测试 刚才7.98呢 多差范围呢 分导力有310多 检测发现 这个牛奶泉里边 确实还有着一定的缘分 但是很可惜 这个含量并不会让泉水呈现出乳白色 所以盐并不是泉水变色的答案 不是光也不是盐 那么还会有什么可能 为了尽快得到答案 考察队对于牛奶泉周围的盐石土壤进行了一番研究 你别说还真有一些发现 他们在距离牛奶泉不到50米的一个盐壁上 找到了一块类似石膏的块状物体 这个发现让专家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 这个牛奶泉里的乳白色 会不会就是碳酸钙的颜色 话不多说 检测 经过一番检测之后 考察队欣喜地发现 这就是答案 可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呢 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那就是这含有碳酸钙的乳白色泉水 为什么不是随时流出来 而是在降雨前后这段时间出现呢 进而能够成为预测天气的神泉呢 这个在咱们看来十分神秘的问题 在专家那五个字解决 叫十里不同天 像我们因为盐壤区 它这个面积比较大 就是我们说它通过一些管道可以连通 就像下水道一样 可能就是我们说其他地方在下雨 然后这个地方没下雨 它整个那边地方下雨了 然后水映过来 整个下雨以后对我们说 容湿啊 影响比较大 也就是说山区的气候变化莫测 有的时候上游地区先下雨 就会导致地下水位猛然上升涌出地面 这就造成了碳酸钙的快速沉积 形成了乳白色的牛奶泉水 而这个时候 牛奶泉所在的罗加陀并没有降雨 等到数天之后雨水才会转移过来 换句话来说 当地村民看到牛奶泉流出来之后就会降雨 其实是山区独特的气候和地质环境导致的 当然还是那句话 在没有现代天气预报的年代 罗加陀的先民能够发现这些规律 用于生活和农业生产 那绝对是他们能够在深山之中 繁衍至今的重要原因了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你们不仅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星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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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